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锐药也是一样 上去之后急速下来 你不快也不行 并不是松锐药本身不好 你说这个抗生素人家还是抢 它业绩还是会成长 可是短线上它涨得太快了 短线上它速度真的太快了 所以就变成筹码面就会乱 你看以至今的高点27块来讲 跟这个五日线23块来讲 差了4块钱差了20% 正乖离超过20%跟五日线 你就一定会回档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是几乎都会这样子做 几乎都会这样子回档 所以短线上一定要先走一趟 就是这样子 中行也是一样 它也是乖离率过大 关离率过大的时候你就会要退场 所以我们短线有短线的做法 长线有长线的做法 短线上这里是大盘是震荡 大盘是震荡的格局 那这个格局也没有偏离 我之前一个医生更会强调 电子股在做最后的冲刺 你看12月1号再次的提醒 电子股在做最后冲刺 生计跟航运做补涨 他们有没有补涨 他们有补涨 对不对 域名也开始下来了 星星本来锁定 本来锁涨也打开 这表示说短线上筹码都有松动 那既然之前补涨的已经松动了 那你电子股呢 一样高档震荡 高档震荡 意思是说它比较不会往上冲刺 它会这样慢慢的下来 等到多跌一点点呢 它才会有另外一个波段的涨势 所以这里之前的大型热门的电子股 要先退场 你看智元 380 资源的300块 OK 可以买 没有问题 370 380 你不要再去买了嘛 对不对 前几天有395 最高 这是什么概念 涨多回档 它没有不好 资源没有不好 它只是涨多休息 就跟你讲联发科一样 930 935 你指望它涨到1000块 也不过10% 它会涨吗 它不会涨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它不会涨 因为你看嘛 除非你有更多的资金 你才有办法把联发科推到1000块以上 你短线上没有那么多资金的时候 它就会稍微做休息 那既然要休息就退开嘛 对不对 因为我认为 以联发科来讲 我讲实话 以联发科来说 上去到1100 有机会 但是它下来到800块以下 也有机会嘛 所以你要去评估 它现在 未来一个月 联发科会涨到1100 还是会跌到800块 我们就以930这边来看 你要去评估嘛 是不是 那我个人看法是说 你要再到 再其他的利多 它才会涨上去 但是我讲明白了 AI 手机 你要普及化 2025年的事情 2024年还太早 会有机 会有新的手机出来 但是普及化还早 IC设计靠量 靠量 就算是说你未来 NVIDIA被人家修理 可是问题是 我的AI的伺服器架构 要在明年年中以后 才完成 你等到云端上去了 你的边缘运算下放 才会有意义 你知道今天有个消息 我忘记 应该说我没有时间印出来 微软的Office 365的Corpirate 就是它的AI 它有在试用 比如说台湾有伪创 还有一些金控股 它有试用 可是它有签那个 接末条款 不能跟你讲 怎么样试用 因为它的AI的架构 AI的伺服器不够多 所以它没有办法下放 你看 微软已经测试这么久了 它还没有办法下放到 一般 这个所谓的大工 一般的商用客户 所以你会知道说 AI其实它在推 它有在推 它也会成长 可是 可是 它的速度 因为产能上不去 所以铺线来不及 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AI一定就是在明年第一季 最快 Q1 二月以后反应 因为台湾二月份有一个过年 所以有很多类股 它会暂时停顿 不动 不动 它不是没有钱 它也不是产业不好 它就只是因为过年 所以大家会忙着去过年 比较不会回来去拉什么股票 那只有在一月份的时候 它会走一个圆月行情 那这个圆月行情就 很有意思了 它会走一些补涨 我讲过 电子股是在位阶调整 补涨还是要涨 补涨还是要涨 结果我前面跟你讲的 比如说之前 这一张里面的 拉回要布局的中长线的股票 这些里面有一些 已经开始浮现买点 那我这几天呢 有在做一个整理 我又找到了两三档 也是中低价位 也是中低价位 一个是做网路的 网路通讯 因为研发科你看嘛 研发科900块钱 945块钱 它反映明年一整年的业绩 你注意看 至少前半年都是 600涨到900 这个业绩是很好的 股票 这种研发科 这个龙头股可以涨 接近三成半 表示明年的业绩是好的 而且是WiFi期的应用要下放 如果WiFi期的应用要下放 年八哥这个涨势 有很多没有动的 它就会跟着动 起机 它是做网路基地台的 跟美国的基础建设有关 美国明年就是选举年 台湾今年是选举年 明年是美国的选举年 所以在这个基础建设 明年就OK了 业绩也会进来 它也是0050高配息个股 0056 去年一整年8块钱 今年大概看起来也是接近8块了 所以再加上基础建设 它也是0056的成分股之一 最近才加入 所以未来这种所谓的投讯的部分 应该大型股会去卡这个起机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集团 叫做友训集团 友训 友训 友训集团 它的手底下 重级 明太 这些都是跟Wi-Fi期有关 Wi-Fi期已经准备下放 这些都会开始加温 那就表示说在明年的前半年 都会看通讯 你AI已经今年涨的都反映明年一整年了 你周边的还没起来 为什么前面的华泰 能够这么热门 因为AI的边缘预算 D-RAM反转 所以它热门 可是在热门 它今天也是要顿跌 它今天也是要震荡大整理 对不对 短线上它也是要整理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涨多的大家都是要整理的 是不是这样子 涨多的如果要整理 OK啊 整理有什么不好 整理很好啊 你看 外资越买越少了 所以你要小心 华泰 外资越买越少 有可能今天就在调节了 我讲给你听 有可能外资就要调整 那你就是要 短线上你当然要跟着做 不要摊 这里不要去摊着 一定要去做短线价差了 做隔日冲可以 就是你今天不要去做当冲 我是这个意思 今天去当冲 做多的当冲 很容易被套的 容易被套 短线上暂时先退场 也没有关系 就看看就好 我会这边再做一个积极的换股 也就是因为我要准备 下个礼拜 就是礼拜四礼拜 我跟下个礼拜的这边去卡 我刚说的 这些做到明年Q1 中长线的个股 还有我刚跟你讲的 比如说像是有讯集团的 还是说另外的做软板的 我觉得股价只有二三十块钱 业绩也是暴冲 两倍 那表示说 它的这个所谓的 产业面已经反转了 它做软板 汽车用软板 所以我认为 未来整个这个趋势里面 如果这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软板的部分 或PCB 应该会好转 应该会好转 虽然还在咳嗽 但是我觉得 人家的这个咳嗽药应该也是在震荡 像保林附井 它没什么动 它没什么跌嘛 为什么 跟这个震荡为什么那么小 这涨多了震荡多 涨少的震荡少 就是这样子而已 涨少了还没有上去 筹码还没有乱 所以没有问题 你涨多了我们要先退 我刚讲过快进快出 那我一直在讲咳嗽 这个是没有办法 冬天本来就是旺季 虽然你有生技股 你只是要动作快 动作快 因为有时候被套 你可能套到明年去 生技股是这样 那如果说电子股 也现在年底了嘛 AI我讲过 也是要明年才会反应嘛 对不对 NVIDIA莫名其妙 又要被美国的商务部修理 那没办法 你为了赚钱乱搞一通 所以我才会在 所以我才会在 那个礼拜五的节目 晚上播的这个 股动钱坤里面讲了 明白 我说AI一套 可能会套到明年去了 短线上这里看到了很多 国际的消息的波动 政策面的改变 那你这个政策面改变 你要改了 跟你投资的前景 或者你投资的出发点 有改变 那你就要改变嘛 我说过了 我们在这个台北股市里面 进进出出 我们要的就是赚 做点价差啦 现在就是做价差的时间点 长线布局 回来没有问题 绝对有 而且有很多的机会 赚波段的利润 但是这波段利润是 讲的是明年第一季 甚至于说到明年的四月五月 这一波就上去 为什么 因为到了明年第一季以后 就明年的就是我们一月份 然后过年的时候 它会一直在跟你讲 降息降息降息 所以那个时间点 很多类股它还会再冲一波 但是它会去找补涨 涨多了它就会不太动 不太动 你要它大跌它也很难 因为大家都坐在轿上 你看我我看你 到底谁要先卖 但是这个先卖 有几个先决条件 那这个先决条件 回来以后 我们再来聊聊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欢迎回来富甲天下 好 这里要有 如果说这里要大跌 你必须要有好几个因素 发生 它才会发生 第一个除为通膨又往上冲 那我认为不会发生的 因为景气的趋缓 已经看得到 那再来就是 比如说什么重大的 区域冲突 那我这个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 剩下大概就是我们这里了 那我认为我们台海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大概就这样过日子 所以怎么看也没有什么大的利空 那这里就是技术性拉回 技术性拉回 没有很多 技术性拉回最多拉个10%吧 你只要是资金面平衡嘛 产业面现在是持平向上 持平向上 所以你说它要跌到哪里去也很难 那技术面就是跌个10% 15%很偷笑了 我讲的是大盘的部分 如果台股以前面17500来算 17500来算 跌个10%1700 大概就是16000跌到这边来 那如果说不会降跌的话 7%16800 我会16500就这样 我讲这样子是说 获利了钱卖压多杀多 这样多多多多 16800最多最多 除此以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空拉降跌 除非真的就是有人想要卖股票 那我认为最多只是换股操作 你换股操作呢 它就会下来100点 200点 300点 一天可能跌个50点 100点 为什么 它换了以后晚点才会买 它不是马上买 就算它马上买 它也不会完完全全的 一样的资金去买 它一定会调整一下下 所以这个叫做技术性的回答 不用太焦虑啦 除非说 除非说你真的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个股 可是我目前最近的国在看没有 就是就算是政策股好了 我们的生计概念 政策类的股票 它都没涨到 除了刚刚防疫概念股 康纳香啦恒大这些在涨 不是不是这个所谓的防疫概念 都没涨到啊 很多啊 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它嘛 钻石嘛 政策类的嘛 你看它也是不涨不跌嘛 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有很多的 后面有很多的意图在 那我认为它们还是会动 这个政策类的我觉得在后面会越来越火热 我们等着看吧 还有就是我们在看啊 今天的这个格局里面 其实也是只是在跌大型股啊 台积电 广达 伟创 这个没有办法 上市104 现在要跌破100块 然后又摔到大概八九十块钱 八十九块钱 那因为这个人气股你在跌 之前人气股现在已经不是人气股 现在只剩下三万张的量 这个大概是价跌量缩 价跌量缩是趋势不变的 这种大型股就是这样子 那我认为它再下来应该也是有限 为什么 它的投资价值会浮现 那只是有的人会心情不好 但是也不用担心 广达已经 广达已经二十年三十年了 它也不会怎么样 它每年还是我配股配息啦 AI的PC 明年年中才会出现 那你AI的这个下放 就是Office 365 Corpirate下放还要再等等 表示说AI的制服器 明年开始出货 那也所有的产业面告诉我说 都是明年年初才要反转 那明年年初反转 那你掉下来的空手的 还有资金的 你真的要去摊平 这样广达吗 季线还没有下来啊 伪创吗 光宝科 季线还在压着嘛 那为什么不去做做像这种 季线在下方的呢 你季线在上面压力大 在下方压力比较小嘛 会一涨难跌 你季线在下方的 就是多头排列的个股 会一涨难跌嘛 怡顶这种也是啊 乔威它也是嘛 对不对 业绩5块钱 7块钱 现在被特定人压盘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等到他不想 他要压盘就表示他进货不够 就这样 很多个股我在看 很多都是在进货 而不是在出货 那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的嘛 很多啊 好 圆缸不行啦 圆缸最近已经 大家已经不理他了 所以说你也不要随意去抢 他也不容易再涨了 重期这个是业绩反转 Wi-Fi 7准备发动的现象 所以他也是一样 你看季线本来下弯嘛 倒一根上去 后来会震荡 可是震荡季线已经在下方了 那表示什么 一涨难跌嘛 碗形底已经被这一根红 打出来了嘛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被套牢的人 慢慢减少了 我季线在下方就表示说 我套牢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他已经不太理他了 他虽然还是有套 但是他慢慢的减少这个量 人数在减少 未来如果开始涨的时候 他们也会乐意的续报 所以为什么季线在下方的 卖压会比较小 而且也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助长的效益 就这样子 这个是技术线形 均线理论我们在看的是 投资人的心态 就是你觉得会不会涨 会不会跌的一个所谓的概念 一个所谓统计学的概念 对不对你看松瑞一样 一直在整理嘛 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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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抗生素大家疯抢 对不对均线全部都在下方嘛 这不用看了 它一定会涨嘛 涨得快跟慢 可是乖厘率过高会休息 中行这种也是一样嘛 对乖厘率你看均线都在下方嘛 突然往上涨嘛 对不对 往上涨以后能够续工 是对于未来的前景的看法 对于未来的前景的看法 那我对于散装轮没有任何的意见 只是市场上还是有卖压 因为它要想要获利了结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 想要比较喜欢做短线 但是我认为这里行情是因为震荡比较大 所以我采取快进快出的动作 今天早上就一直在call 因为我讲过会有时间差 等到我看到了想到了发的讯息 它就会差了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三分钟再回到了会员的手上 可能又有三分钟 那最近的行情三分钟五分钟 它就瞬间大幅震荡 因为很多人都用手机下单嘛 还有及时讯息嘛 所以变成说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来不及 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滑架 价差可能会差掉 但是那个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这没有问题 第一个以中行为例 如果你买在50块钱51块钱 你卖在这里只是赚7%赚6%赚5% 多赚少赚的问题 但是你还是赚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中行买在涨停板 这里你就是多赔少赔的问题 多赔跟少赔的问题 因为你的心情会因为你的赚赔而产生很大的波动 可是如果说我跟你讲中行它绝对不止这里 绝对不止大概60块钱 可是它不会最近这几天它会休息 下一波的航运股还要再涨 还会再动 还会再动 那什么时候动 我会在下午的节目跟我的LINE AT里面跟各位讲 航运股 它下一次再动 它会动 一定会 而且会过前高 但是不是今天 好不好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与你必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